一段时间位在台湾露面的安宇轩 7日出席运动品牌夏季新品秀 一身休闲美心短裤亮相的她 笑颜最近忙于拍戏饰演养猪妹 如今终于有了回到时尚圈的感觉 虽然安宇轩打扮得甚有朝气 不过相较于名模王丽雅的火辣比基尼 安宇轩就稍显保守使了风头 其实有诶我穿在里面 结果里面搭配了比基尼 但是本身不敢单穿跟大家见面 所以今天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你的好身材 我刚刚有露了一点腿 我要再练一练再紧实一点 你知道对自己身材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继下一站幸福后 睽違三年安宇轩才返台拍摄偶像剧《上流俗女》 不过外传她在大陆拍戏 一级高达35万人民币 返台却仅收三折价 约30万台币一级 因为很久没回台湾了 加上这部戏 当然制作人是我以前经纪人 柯杰 那真的是跟我就像姐妹一样 那我也 蛮抱持了一个很感恩的心 从斗鱼啊一路这样来 所以她一打电话来 我就先把时间空下来 然后我也觉得很久没跟台湾观众朋友见面 然后趁还能偶像一下 想说还可以拍偶像剧演 然后赶紧就回来拍一下 一直忙于演艺事业无暇恋爱的安以身 也透露自己终于打开新房 愿意参加朋友饭局 把握恋爱机会 又是没人饭局 可不要步上陈彦夕 与古天乐的尴尬后尘才好哟 最近好像就会比较多朋友 会喜欢安排我吃饭 然后就会说 我们有一些朋友 大家一起出来吃饭 那我觉得以前 我有太多自己奇奇怪怪的原则 然后可能也比较害怕碰触吧 但是现在我觉得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吧 因为其实你把自己关起来 一样会被伤害啊 那还不如就是透过朋友 有一些朋友帮你过滤的一些 交朋友吧 我觉得最基本你可以交朋友 对 对